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当陈丽君凭借乐剧新龙门客栈东场档头贾婷一脚走红后 各种演出不断 也上了一些综艺 算是当红艺人 而艺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属于高收入群体 与普通打工人有着天壤之别 但事实上戏剧演员收入并不高 属于张颂文说的那种如果没活 99.5%是温饱都成问题的 所以当陈丽君在综艺成风2024说想把干弄活的苍老父母养好 但30多岁的自己只能养活自己 并为此惭愧时还是很能引发共鸣的 不会让人觉得这是在哭穷 陈丽君组一工舞台训练期间 萨丁丁说自己彩排时 把雪抹在前面姐姐柳妍的头发上那一刻 看着那抹白发特别感动 说到白发 陈丽君就情不自禁地说起自己对父母变老的感受 说自己一年可能见到父母就一两次 有一次他忽地发现他们老了 头发也白了 脸也皱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已经变得这么老了 很难受 聊到这儿时 陈丽君还试探着问姐姐们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可能觉得自己就是很普通的家庭 其他三位姐姐要是家庭条件比较好 未必会有他这种突感父母变老的感受 毕竟一般说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父母老得比较慢 所以直到留言说我们家庭很普通的后 陈丽君才继续说自己的父母 他说自己爸妈很普通 因为他们是干农活的 摘茶叶这种 他们很辛苦 所以他们老得比一般的自己身边的父母亲要快些 年纪看上去要比同龄人要苍老 说到这时 陈丽君就控制不住情绪 满脸都是累 同样是来自普通家庭 也是呼得发现父母变老的柳妍 对陈丽君说的很有感触 也说起自己的经历 说自己瞬间发现父母变老是以前 小时候他们在广东生活的时候 他们家住七楼 他每次回去 爸爸就会在马路边等他 把他两个行李箱扛上去 他爸才一米六 但还是把箱子扛上去了 然后慢慢的行李箱扛不动了 后来是他扛上去的 他说女儿我这次真的扛不动了 他说爸爸老了 他都没有意识到父母就老了 留言建议陈丽君要带父母体检 他说他父亲是因为没注意这个过早的离开了他们 他妈妈之前得过癌症 所以他们全家人注意力都在妈妈身上 没年带妈妈体检但永远没有想起过他爸 他爸后来发现胃儿的时候是晚期 最严重的时候 五个月就走了 就措手不及 所以真要多陪父母 有的艺人就是带着家属进组的 他很多时候其实挺羡慕他们的 他们并不耽误工作 陈丽君当然也想把家属当在身边 但他就跟很多普通打工人一样没纳经济条件 我只能养活我自己 等以后又条件了自己再带家属在身边 有时候想着自己还不能养活爸妈 三十多岁了还只能养活自己挺惭愧 留言安慰说你根本不要着急 我三十多岁以后我才买了第一辆车 这安慰让陈丽君哭得更厉害 留言说他经济压力太大了 陈丽君说不是 不是经济压力大 就是一直是爸妈养着他 一直在照顾他 你三十多岁了 你还不能养爸爸妈妈 真的很愧疚 后才是陈丽君说自己读小百花斑块毕业的时候 爸妈就同时生病住院 然后要签病为通知书 他姐姐签了很多张 签到最后姐姐签不下去了 手都抖了 最后几张是他签的 那个瞬间 他就感觉到好像来日不方长 怕来不及对他们好 但又觉得很愧疚 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忙 所以说起爸妈老了 想起他们曾经病过 自己从情感陪伴到经济条件方面都没有给他们太多就难受 不管是柳言早年的经历 还是陈丽君现在的经历 在很多普通人身上都有缩影 都是为了工作长年在外 一年里见不到几次父母 哪一天回家呼的发现父母老了 很想把他们带身边 但或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或有其他原因 让你们不得不继续分隔两地 陈丽君自参加浪姐的消息传出 就引来了一些争议 有人说这是红了就转战综艺圈钱了 然而上综艺又有什么不好呢 浪姐是个不错的舞台 既宣传了自己喜欢的乐剧 又增加了收入来源 进而得以有条件把父母接到身边 提升父母生活质量 一人也是人哪 有机会做个一举两得的事 为什么不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